我最喜欢看那个三题 因为我很喜欢刘慈欣的小说 我觉得这样的科幻的小说 很有教教号 因为我发现过知识 我觉得他的小说 真的有很多样的知识的含义啊 活着还有北京青年 我记得我第一年读博士的时候 晚上就看北京青年的这个电视剧 我要弄方的生命这个 我很喜欢 然后看了博居这比较老的 还有我当时在新汉市 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跟日本同学在一起住 他是联合培养的 然后他特别爱看这个爱情剧电视剧 然后每一早上我们在一起做饭 然后看老丈夫啊 什么这些 罗昏族啊 什么这个 这个也挺有趣的 我也是研究社会 研究青年的 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以前看过白积班红楼门 我特别感兴趣 他们的那个角色 衣服 然后他们的化妆 特别我喜欢 三生三四 十里桃花 这是一个仙侠 对对对 仙侠 中国历史和俄罗斯历史完全不一样 中国历史比俄罗斯历史要很久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衣服 很漂亮 很有那种古代的感觉 对对对 像中国好声音啊 中国歌手 然后《一战道地》 还有中国的有一个节目叫《非诚大脑》 看过很多电影 像顾天乐的电影 我也顾天乐的全部电影都看过吧 他经常警察反独 就喜欢他当警察 或者他是做人这种类型的电影 我其实喜欢《加油儿女》 因为让我觉得好像我跟我家人一样 有一个话老子英雄儿好汉 这个话很有意思 我没看过这件事 因为很难很听懂 但是我常常看小视频 那个能听懂 那个能听懂 差不多听懂